进入备业私定律相关内容之前呢 我想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 把前面所学过的一些内容啊 再巩固练习一下 尤其是跟条件概率这个概念相关的 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题目 题目的描述虽然简单 但是呢却很多人啊都被迷惑住了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说有ABCD这么四座山 A山和B山相比 它有两个特点 一个呢是发现松鼠并且下雪的这个概率啊 和发现松鼠但不下雪的概率呢 都更高 注意都是A山高 我们还要注意这里的两个概率都是联合概率 那么现在请问能否断言 A山发现松鼠的这个概率呢 就是比较高 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呢说的是C山和D山 C山呢它也有两个特点 在下雪的前提条件下 发现松鼠的概率 比D山要高 那么不下雪的前提下 发现松鼠的概率呢 也比D山高 你看从巨式结构上来讲 两个题完全一样 但是什么不一样呀 核心在哪里 关键的不同在这儿 两个概率里面的符号不一样 第一题里面是斗号 也就是联合概率 第二题呢里面是条件概率 好 那么现在请问C山 能否说自己啊 发现松鼠的概率 就是比D山高 那我们还是回到 第一个问题来看啊 P发现松鼠 这是一个什么概率呢 这是一个边缘概率 那边缘概率是怎么求出来的呢 我们能不能通过两个联合概率高 就说边缘概率高呢 答案是可以 因为你把这两个联合概率加起来 不就是边缘概率了吗 发现松鼠且下雪 发现松鼠且不下雪 那就覆盖了所有发现松鼠的情况 两个这个加法的因子都高的话 结果肯定也高 这个没有问题 关键是看第二题 能否在两个条件概率都高的情况下 断言说 这个结果 它的概率就是更高 首先我们说 能不能还像上一道题一样 直接把两个条件概率一加 通过两个加法 大的这个逻辑啊 来断言 这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两个条件不同的 条件概率 它们俩相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两个就不能相加 那怎么办呢 我们说你如果要断言一个事情成立 其实比较难 你需要有一个非常坚实的逻辑 比如上一道题 边编言概率等于联合概率之和 而且呢 覆盖了所有的情况 下雪不下雪 那么这个等式成立 我们通过这个加法的性质推断出来 那如果你从正面去证明 不太好证明的话 我们可以举个反例 如果你只要举出一个反例 是不是就能说明这个断言是不存在的 不能这样做推断 好 那我们试着来构建一个反例 这个反例的关键在哪呢 如果你想断言C山的松鼠更多 对吧 有一个关键信息 我们不知道 那就是两座山各自下不下雪的这个概率 我们这样来找一个反例 我们说C山极少下雪 而D山成天下雪 怎么叫极少 怎么叫经常呢 C山下雪的概率是0.01 D山下雪的概率是0.99 相当于一个在热带 一个是中年积雪 那么好 在下雪和不下雪的条件下呢 找到老鼠 找到松鼠的概率都是C山高一些 但是我们最终把这个边缘概率求一下 你会发现 因为本身下雪的这个概率啊 太低了 所以哪怕你条件概率高一点 是不是最后也给拉低了呀 那算出来这个数字其实不大 而 这个D山呢 因为下雪的这个概率 确实是比较高 所以尽管在雪 这个概率上落后了 但是最终 乘起来之后啊 反而是反超了 我们就找这么一个 随便设这个数字 让它比较极端 有代表性的反例 就可以了 那我们说到 被业私定律啊 从前面 讲过的几个公式出发 我们前面提到过 条件概率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是联合概率 除以一个边缘概率 比如说你想求 在A发生的前提条件下 B发生的概率 那么两者同时发生的联合概率 除以A自己 单独各种情况发生的边缘概率 这个公式 首先大家要理解 要熟悉 然后呢 我把A和B掉个个儿 是不是也成立呢 当然也成立 只是说 位置关系变了 那么这个条件概率呢 颠倒过来了 但是联合概率 是不是不影响呀 我AB同时发生 和BA同时发生 一回事啊 所以你就写到 A在前 B在后 也没有问题 他俩就是一个数 分母当然变了 那么我们看到 有一个共同的分子 这两个等式 是不是就可以联立起来了呀 我把分母都成起来 联合概率 PAB 等于PB 乘以PAB 又等于PA 等于PAB 好 我们现在啊 扔掉联合概率不要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联合概率是多少 我们也不可能说 像以前那种 简单粒子一样 去那个 画一大堆表 对吧 我们重点 就看后面两部分 后面两部分啊 我把其中一个分母 再挪到右边去 我们看 PAB 这样一个条件概率 等于什么呢 等于PB 这个叫做 鲜艳概率 鲜艳概率 乘以一个 条件概率 再除以一个 A的边缘概率 这个公式呢 就是 贝耶斯公式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式 由此衍生出来的 很多算法呢 在各种领域 比如说 现在的 这个机器学习啊 人工智能 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 那我们呢 通过一个 小例子 一个比较有趣的 西题 来巩固一下 大家对 贝耶斯定律的 掌握和认知 大家可能都玩过一些 电脑游戏 其中 经常可见的一个场景 是什么呢 我们打败了一个boss 掉下了一个盒子 或者叫宝箱 这个游戏啊 比较阴损 这个宝箱也不是 一打开 一定是宝 它有三分之二的概率 里面是个陷阱 你看江湖很险恶啊 这个有一半多的概率 它竟然宝箱里面不是宝 是陷阱 好在 我们啊 也不是纯粹 这个上去卯 我们也有点金刚钻 玩家呢 有办法可以检查这个陷阱 检查这个宝箱 看看能不能查得出来 但是啊 我们的这个检查装置 也不是很完美 它有四分之一的概率呢 是检查错了的 怎么个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里面有陷阱 你有四分之一的概率 会得到一个检查 结果是 没有发现陷阱 那一个正常的宝箱 里面真有宝 也有四分之一的概率呢 会返回说 里面是陷阱 然后你就不打开了 反正要么 这个错杀 要么放过 那现在啊 给定一个场景 就是有个玩家 得到了一个宝箱 他检查了一下 结果是 无陷阱 结果是未发现 那么求这个宝箱啊 实际上 有陷阱的概率 这个语言描述可能不够直观 我们写成公式 有陷阱的概率 三分之二 这个是已知的 那么在 有陷阱的前提下 没有发现的概率呢 是四分之一 在没有陷阱的前提下呢 你反而发现了 就是误报的概率呢 四分之一 那么现在问的是 在未发现的前提下 就是已知检查结果 反推 箱子里面的内容 这个概率是多少 那这就是 备业私定律的一个用处 很多时候 我们是不知道 一个黑箱里面 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间接的手段 去反推 真实存在的这个概率 在第一节课当中呢 我们就介绍了一种方法论 就是用面积 来对应概率 那我们可以把 整个一个边长为一的方块 看作是样本空间 这个空间里呢 所在所占领的面积 就是对应的概率 好 那么我们啊 先把这个方块呢 横着砍一刀 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呢 是有陷阱的 对吧 对应的是三分之二概率 里面就是有机关有陷阱 三分之一呢 没有陷阱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未发现 就是报告 未发现 这个结果 所占的面积呢 在上面也画出来 我们看 对于 有陷阱的前提来说呢 未发现 占到了四分之一 而对于 本来就没有陷阱的这个 事情来说呢 未发现 占到了四分之三 注意 这个地方是四分之三 因为 错误率四分之一 说明有四分之三的概率 是可以正常探测的 于是呢 我们得到了 这样一个 图片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求的是未发现 那是不是也对应的就是 图上 打着阴影 斜线阴影的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都是对应着 机器反馈未发现 那么在这里面 有陷阱的又占多少呢 就是红色阴影 占据整个阴影面积的比例 那这里面所有关键的边长 我们都知道 而形状呢 都是举形 所以计算并不困难 我们看 在未发现的前提下 有陷阱的概率 等于什么呢 我们呢 有一个鲜艳的知识 就是三分之二的概率 有陷阱 但是 通过有陷阱的情况下 未发现的这个误报概率呢 我们对整个判断 进行了修正 于是结果呢 就是四分之一 乘以三分之二 这就是 有陷阱 未发现 这个概率 然后呢 除以所有未发现 反馈得来的 总的概率 答案是 五分之二 那么你看 即便我们有一个 75%正确率的 探测器 这个 在未发现的结果下呢 还是有40% 会中招 因此 你看到 这个结果是未发现 可千万不要高兴了太早 要评估一下风险 如果快没雪了 就先补雪 如果发现雪不满了 这个箱子就 留着在开 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是 两组 这个 随机变量 那么我们把这个 PB啊 叫做鲜艳概率 而AB 就是啊 给B加了一个前提条件 比如说我们获得了一些 额外的信息 给这个呢 叫做后验概率 我们可以把后验概率 认为是获得额外信息以后 对鲜艳概率的一种修正 那我们呢 再看一个 稍微更复杂一点的例子 这里面呢 就有三组 随机变量 说我们在这个宝箱里面呢 有可能会捡到 三种道具 三种呢 都是盾牌 盾牌呢 分三个档次 分别是烂盾 好盾 还有牛盾 他们这个 品位差在哪 第一是掉落的概率 那么 当你要拿到一个盾的时候 有50% 或者说0.5 这个概率呢 拿到都是个烂盾 三分之一能拿一个好一点的 只有六分之一能拿到 真正像样的 比较牛的这个盾牌 烂盾为什么烂呢 因为 它的功能啊 就是有十八分之一的概率 可以格挡一次攻击 辽胜于无 是吧 好盾是好在哪呢 它这个格挡的概率呢 就提高到了 三分之一 六分之一 而牛盾呢 它又是牛在什么地方呢 拿着这个盾牌 有三分之一的概率 可以格挡一次攻击 这个就非常可观了 好 现在啊 我们回归到这个游戏场景里面 问 你现在打开这个宝箱 拾取并且格挡一次攻击的概率 是多少 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生成概率分布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格挡下一次攻击 这个概率是多少 那么如果啊 我们真的成功格挡了一次攻击 就是盾牌生效了 在已知生效了的前提下呢 我拿的是牛盾的概率 又是多少 那我们两个问题 以此来看 先看第一个吧 第一个是不是比较简单一些啊 我想求PY 那我就把对应的联合概率都加起来 联合概率怎么加呢 我不知道这个联合概率 我就把X1X2X3 这几个是知道的啊 以及以他们作为前提 对应的条件概率 乘起来再相加 对吧 你看 Y是怎么可能发生的呢 减到个烂盾 然后烂盾发挥作用 好盾 好盾发挥作用 牛盾 牛盾发挥作用 对吧 这一道题呢 不难 因为整个思路是直线的 我们就把这个啊 对应的概率相成再相加啊 得到的是三十六分之五 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低的概率 不到六分之一 还不如就是拿着好盾 平均下来的话 还不如这个好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烂盾实在太烂了啊 十八分之一的低概率 把整体这个期望值都给拉下来了 那么这个虽然多了一组变量啊 是三组了 但是有一个方法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用 就是这个 用面积来对应概率的图形化方法 我们看 横向的呢 烂 好 牛 对吧 他们站的面积分别是一半 三分之一 六分之一 那么阴影部分呢 对应的是 在拿到该种盾牌的情况下 格挡攻击的概率 十八分之一 六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那么第二道题呢 我们重点就借助这个图形啊 来完成 我们看要求的是 已知 Y发生了 格挡了一次 X是X3的概率 那直接求我们可能没有线索 那就用贝叶斯公式 反过来 我鲜艳的知道 PX3 对吧 就是它的掉落的概率 然后我通过X3的 这个效果 来对整个公式啊 对这个鲜艳的概率进行修正 那么从这个图形上来看呢 就是我先找到所有的阴影部分 这个面积 也就是PY 然后呢 找到阴影里面属于黄色 牛顿的这一块 在阴影部分里面 所占的比例 那就是啊 三分之一乘六分之一 除以总数 刚才我们已经算过了 是三十六分之五 那么答案是五分之二 虽然这个牛顿比较稀罕 但是如果你发现 它已经成功隔挡了一次 那这个它拿的实际上是最好盾牌的这个概率呢 一下子就提高了 啊 这就是观测给我们带来的修正效果 那这就是观测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那就是观测给我们带来的东西